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比如说赵又廷 人气红不然的赵又廷近日驾驶着火红的百万古董敞逢车出席牛仔裤代言活动 以此来展现新世代城市牛仔的全新面貌 一直喜欢帅性穿着的赵又廷表示牛仔裤是他最喜欢的打扮 不过念旧的他没有太多收藏 一条牛仔裤往往可以穿个好几年 妈妈还因为受不了偷偷丢掉他的牛仔裤 我是那种牛仔裤穿了以后就一直穿 然后穿到破破烂烂 然后就会觉得就很念旧 不敢不想要丢掉 然后就被我妈妈偷偷把它丢掉 我就会在垃圾桶里面找到 妈一种都把我牛仔裤丢了 他就说那已经穿了几年了 念旧的赵又廷爱新也是不乐人后 之前破路要参与拍摄一个关于赈灾的作品 此次表示导演已经在筹备 并且有望在年底开拍 导演他们已经在筹备 但是剧本已经差不多 但是实际上的状况 其实我还不太清楚 但他还是自信满满的跟我说 就是年底会开拍 而七夕中国的情人节 赵又廷被问及 是否与好友陈一涵一起过 不料从小在国外长大的他 竟用不过七夕来回避追问 老实说我从来没有过过七夕 因为都是过就是西方的2月14号 大阳大阳一阵 对啊 华语卫视台北采访报道 你刚才过去找 Sky敌 我可能是一遣除出了 我希望你能读解一下 你能读解一下 那真的发明警察 交通脑子 你接近的那基础 我找到你 会痛 扰 我 你 你说 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